好 剛才聽了很多電話 現在我們繼續節目 阿牛在這裡 在這裡 我跟他轉位 現在看到大狗了 阿牛在旁邊 輪流看 還有我們有個美女在旁邊 那個是李偉儀 不如給李偉儀說一會 有什麼感想 有什麼感想 終於可以睡覺 現在我的聲音 就比玉文還要沙 早早就開不了聲 睡醒的時候就直接開不了聲 整個campaign 要是很投入地去打 因為在江湖西 其實我們沒有那種組織基礎 其實就是要大家認識我們 認識到我們團隊 我們經常都會被對家去批評 說我們 喂 你們都沒有地區工作的 只是放在旁邊就算了 其實我們要展示給大家看 我們是有一個遠景 有意見 有理念 還有就是 有很多東西 我們是原則拿得很緊 不是左搖右擺 我們的文宣 全部都是阿偉儀設計的 就是內容 另外我們有個幫我們做合作的小朋友 非常好的 我自己就很滿意的 我只是負責 你鬥出來給我寫文字 那些文宣 大部分的東西都賺 尤其是我們最後那份 大份那份 幾乎所有那些 記者搶著腰 因為裏面有三篇文都好看的 一篇是魏鎮說我的 一篇是我學生理迫心說我的 一篇是柳青原自己親自執筆 黃毓文最後勝利 他寫這篇文的時候 我是最鬥謀的 民調只有四點 是啊 那時候你不知道 我們的民調很嚴重 是啊 我聽到大鬥是二 我是三 我是四 最厲害的是長毛是五 唉 我看完之後 然後長毛還要跌 跌到二的時候 唉 真是嚴重 所以這個選舉 二三四五 看民調 全部都已經躺下 但我們這次的選舉 老實說 可以拿到這樣的成績 我自己在想 主要都是因為我們的定位 比較清晰一點 我覺得 嗯 這個很重要 而且我們辯論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跟人爭辯 因為我們講了原則 原則是最容易出發的 如果你說策略的話 有時間跟人爭辯 即是原則 都未必一定爭辯得贏人 看什麼原則 剛剛才 信念 即是有些原則 你未必爭辯得贏人 大家可以各有各 你又說服不到我 我又說服不到你 是吧 起碼公民黨 我們說他去參加公民組別 他現在就代入了一個陷阱 他現在堅持繼續參加了 他現在變成沒有彎轉了 而且他一定要為他那套道理 我搶位 分組投票 如果不夠一半 就是死 但問題就是說 回到最後 他也是死的 你永遠沒有辦法拿一半 因為是 現在就萎縮了 這一屆你看到 直選就有 十九席 基本上是有進障 你不算太太那一席 是十八席的 你明白嗎 04年選都是選到十八席直選的 這次是十九席 說他難聽些 我們這次公公民黨 是益了民主黨的 間接得益 間接得益 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他們懂得分析 他們懂得分析 他們應該知道的 這個是間接得益 所以黃成智就能進到 而且你看到 就算是九龍東 還有土的選區 李華明的票 都大幅高過梁家傑 你想想梁家傑選的特首 那時候多紅 多厲害 打算做得更黃 而且你這個民主黨 分兩隊 你分兩隊之餘 那些票更高過梁家傑 如果不是 翁敏和我們輪流 押的公民黨 公民黨的氣焰 公民黨的氣焰 還不磅聲聲嗎 所以有時選舉是很有趣的 你明明 我們是侮辱民主黨的 由頭至尾刀 我有 你說明 那個團 他們已經不高興了 你知不知道 何俊仁那些 認為我們過份的 因為他們那個mindset 過份 大哥 他們那些人的mindset 是這樣的 他們是不可以任何民主派的人 批評 當日民主派 不行的 他們不行的 我們當日被人打到死的時候 你們都見死不救 我們頂住 大哥 你大舊 鄭經漢 當年反對領會 他袖手旁觀 是吧 落井下石 也被主衣 是吧 袖手旁觀 他們支持領會 大哥 所以問題就是說 現在呢 我們起碼打破了這個迷思 昨天何俊仁跟我說 傭文 說來說去那句 去得盡 低仔 我真是想說 不過我沒有說 我沒有那麼盡 你哪有今天呢 民主黨掛柴呢 公民黨 如果不是我們這次選舉 這麼狠批這個公民黨 在各方面的問題呢 公民黨會成為這個民主派 第一大黨 我選的時候就有個想法 他們有個天使的光環在頭裏 我們全部把他拉下來 現在很簡單 你直選他有一直進場 原本他如以算盤就是 港島拿兩席 九東一席 新東一席 新西一席 九西一席 六席直選 接著參加四個功能組 給他選舉 麗廣德選到 法律界選到 譚香文選到 九席 還不是第一大黨 結果現在譚香文枯了柴 是嗎 來講得枯了柴 是德國不可以保住 法律界 直選得四席 我們直選有三 我想公民黨絕對 不會想到 五區 不可以五區都取得到 他是想著五區 每區有一席 五區全取的 五區全取的 港島拿兩席 所以 然後每區 除了九西和新西 新東和港島和這個 新東 九東和這個港島 都是票王 他要拿了那些票 拿了那些票 然後民主派就死了 你明白嗎 他那個主觀願望就是這樣 但這個主觀願望很明顯實現不了 對不對 全部低票當選 其實那時候是陰謀論的 他那麼多個區想拿票王 就是想和爺爺說傻 有實力和他們說傻 因為取代了公民黨 取代民主黨 取代民主黨 公民黨未必有這樣的思維 他們那種精英高傲心態 整天都以為自己 我們浪費這麼多精神時間 我賺這麼多錢 我賺什麼 我賺什麼 我做 他們這樣出來做到的話